独时以名至于 知古可见经 大家好 我是刀刀 年庚瑶坐稳了大将军这个位置 第一次尝到至高无上的权力 带给他的极度舒适感 终于到了他耀武扬威的时候 西北这个地界天高皇帝远 如果不趁机好好捞一把 怎么对得起自己大老远跑一趟呢 为了能够趁机疯狂敛财 他不断地给朝廷和地方施压 一挥手就斩了堂堂三品大员 北直在路上遇到大雨 山洪爆发 修了一天的桥 所以延误了一日 斩 你没有权力杀我 我的话就是权力 告诉户部 把欠我的军饷赶快补齐了给我送来 不然的话 我直接向皇上求要军饷 因诸如此类的事情 而被年庚瑶斩杀的朝廷命官就有十几个 这下可逼急了朝廷的其他大臣 以八爷为首的户部官员妹 不惜以集体辞官来抗议 根据年庚瑶报上来的消耗 他和西北的几十万大军 一天就要烧掉二十万两银子 按照这个进度来算的话 即便是朝廷上下缩衣结石 瓜谷里存的银子也只能再支撑一个多月的 这个差事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干下去了 对于年庚瑶的情况 雍正皇帝不是不知道 但他太渴望一场胜利了 再苦也不能苦了前方 只要他们能够打胜这一仗 从明天开始 朕的开支和各官的开支都减去一半 另外各省都府 私道周县 所有的应酬一律取消 节省下来的钱 全部供应西北 然而 尽管雍正皇帝一省再省 可是对于西北前线来说 不过是背水车心 擅穷水尽的雍正皇帝 无奈之下成立了军机处 开创清朝这个最高的权力中枢 磨刀祸祸像江苏的曹李两家 听说宿主制造曹银 江宁制造李许 这两家就亏空了三百多万 而且一拖就是十几年 立刻以军机处的名义 发一道六百里夹击给李渭 江苏的欠款 先从曹府李许两家入手 还不清欠款就吵架 曹李两家都是孝庄皇太后的包衣 在康熙朝受尽荣宠 忠名鼎视 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 被李渭这么带兵一抄 从此圣机而衰 家道败落 年幼的曹雪芹亲身经历了 曹府遭遇的重大变故 无奈之下随家人 迁回北京老宅 而后又移居北京西郊 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 曹家从此一蹶不振 日渐衰微 曹雪芹深感事态炎凉 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就是曹雪芹经历多年艰辛 以亲身经历创造出来的伟大作品 言归正传 雍的皇帝不惜得罪 天下的前朝旧臣和当朝官员 弄得上百个类似曹李两府的旧臣 上吊的上吊 自尽的自尽 几乎是掏空了整个国库 总算是给年庚瑶凑齐了 西北前线的良想和军需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西北的战士却突然陷入到停滞的状态 年庚瑶好不容易调兵遣将 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总算完成对叛军的合围 形成关门打狗的大好形势 就算是神仙也无路可逃乱 却突然之间发现这狗不见了 这下他终于有些着急了 派去的探子都回来了吗 回大将军 都回来了 斩 都给我斩了 再派一些有家事的人去 如果探不到叛军的下落 我杀他们全家 先令各省 把下个月的军粮我做运来 如果哪一个省录了日期 我就延参哪一个省的军服 年庚瑶提前催粮的军令 让各个省陷入到极度为难的境地 尤其是刚刚遭了灾的河南省 在安抚了灾民之后 使出洪荒之力 也仅仅只能够凑出5000袋粮食 距离年庚瑶的要求还差足足15000袋 田文静一筹莫然 解脱先把这5000袋送去救急 启禀大人 没人敢去 大人也不是不知道 上一次朱大人押运粮草去 也就迟了一天 就被年庚瑶那个魔头给杀了 这次差15000袋军粮 那谁还敢去 田文静一见这回答气得直哆嗦 可是气也不行 泛斯衙门和巡抚衙门虽然是上下级 可实际上却只差半级 田文静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再说他越级上爬 一下子就升了上来 人家根本没把他这个巡抚放在眼里 田文静左思右想没有办法 就在这时九位露面的乌思道 主动走上了前堂 田文静一看是乌思道 气就不大一处来 自从田文静当了巡抚之后 身边的人也多了 光是师爷他就请了四位 这四位都是有名的韶行师爷 每人每年不过三百两酬劳 可这吴先生只为自己起草奏职 每年就要八千两的酬劳 一人顶别人二十多倍 田文静一想起这事来 就是一脑门子的火 可偏偏这个乌思道 又是李渭建给他的 这李渭又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 田文静不大敢得罪李渭 否则恐怕早就打发了乌思道 就在他嫌乌思道给自己添乱的时候 乌思道却毛遂自荐 要去押运粮草 诸位大人请放心 过去乌某和年大将军还有些交情 只要是我去交运粮草 他不但不会为难我 而且连剩下来的一万五千弹 也会给我免了 真的 东翁 你当乌某活得不耐烦了 如果换作是别人押运粮草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因为就在粮食运到的这一天 年庚瑶刚刚被甘肃巡抚范师节 顶得气不大一处来 现在我们甘息驻军 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 说句寒碜的话 就是夜里出去撒尿 回来就找不着睡觉的地方了 他请示大将军 帐篷什么时候能够发到我去 年庚瑶往下一看 这位武短身材 顿顿实实的范大人 闪着一顿漫不在乎的黑豆眼 心里顿是不痛快了 他屋子啃着羊腿冷冷的复言几句 就想把这副怪模样的巡抚打发了 可没想到对方一点也不胆怯 知道了不等于解决 我已将我们甘肃的难处 禀告了岳中奇将军 请他驻守松攀 范石杰说得十分轻松 可话一出口 却让年庚瑶踏吃一惊 年庚瑶之所以舍尽求援 把甘肃的绿营兵调往松攀 而不通知松攀附近的岳中奇 就是想阻拦岳中奇抢功 但这话又不能跟范石杰明说 谁叫你禀告岳中奇改变一方的 是您啊 上次甘冬逝诗 您登坛阅兵 您告诫助将 有事要随时禀报您或者岳将军 年庚瑶万万没有想到 范石杰如此难缠 他说的振振有词 又让你无法跛倒 心想好骂 你可算是个活宝 我竟然拿你没有一点办法 他烦躁的挥挥手说 去掉他的顶带花铃 无需劳驾 我这个巡抚正不想当呢 年庚瑶这个气 他简直想把范石杰抓到手里揉碎了 看着范石杰走出去的背影 他用那把割仰腿的小刀 狠狠的捅着范石杰的顶带 就在这个时候 河南那边压着少一万五千弹的军粮 来到了年庚瑶的军中复命 哎呀 差这么多军粮 也敢送来 把他带进来 憋了一肚子火的年庚瑶 准备把气撒到这个倒霉的鸭梁关身上 那么等待来人的将会是什么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